挑男人,这些都别选,这几种男的千万别找,第一种就是山根有致,或者山根有横纹的,就是两眼之间,鼻子以上有致或者横纹的,这种一般比较自我,老子天下第一,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,而且做事也比较冲动不计后果,跟这种处对象,整天都得提心吊胆,第二种,雌雄双眼。 就是两个眼睛一大一小或者不一个颜色的,这种人没法深交,因为城府比较深,很难交心,关键时刻是真能给你卖了,第三种男子词生,就是那种听起来比较娘,声音特别尖的老爷们,老话讲这属于阴阳失调,这种人一般心眼小,牙字必爆,你对他好,他可能不记得,但你要不小心得罪他了, 那他既恨你一辈子,平时我见这种人都敬而远之,还有那种一脸横肉的那种,能离多远离多远,不知道啥叫一脸横肉的,就看之前唐山那几个别独子那样就非常典型。